拓爷送的什么呀 我想知道 拓爷送的葡萄干吧 葡萄干 拓爷很坚强嘛 可是葡萄干最甜了 谢谢小伙 不太有心 你对吧 甜甜蜜蜜嘛 葡萄干很甜 你觉得它很坚强 对 然后让它甜蜜一点 对 因为它 啥事都是它自己办 就觉得挺苦的 是吗 住的实在是太有心了 是 这是一个多客谱的小伙 不是 我们都展示了 你送给燕子那是什么呢 我光顾着关注她们了 我听完她们的时候 我非常不平衡啊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这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燕子 我就听 刚才我都听 我都听我都没吃过 姓儿 姓仁 还扇核桃 又补脑又开心果 给我整一袋的瓜子 没婆子都是吃瓜子 介绍对象的 没婆子怎么干 都是吃瓜子 边吃瓜子边介绍对象 边吃瓜子边站在大柳树下 是不是 柱子 有这些没呀 也给你介绍了呀 对呀 等燕子演的吗 燕子 啥气死我了 真的不知道台长看到你这个形象 主持节目会是什么感想 我也真是豁出去了 柱子太有心了 你看看 这瓜子跟燕子 配呀 是配呀 没事 下来咱还有续节 没事 咱有续节 行行行行 我直到寓意了啊 说明我这没婆子当得好 我必须得把这个家事都背到了 这才是没婆 柱子真是有心的 你看 吃光芙露柱子干果 喝真真饮料 全程链 这是我们找对象的节奏吗 柱子有一个问题 我真是特关心啊 光芙露的那个店铺 真的都很值钱啊 为什么这个老板到最后 把整个店都送给你了 因为我刚来他家的时候 是当工人嘛 一月六百会前 我干了二年多 以前跟我一起有四个小伙子嘛 他们都想用工资太低了就走了 我哥问我你还干不干了 我说我干 我说我玩我哥说给你两千五吧 我又干了七年 这七年当中呢 在我哥家 我又回家 没事了 我哥要是出门了 我就做饭 玩了拖拖地嘞 你是在你哥 就是就像你这个 跟我那个哥 哪个哥 就是这个老板是吗 对 老板 你管他叫大哥 对 你俩有亲戚关系吗 没有 这个孩子应该 回到家做饭 做菜 拖地 洗衣服 这些活都能干 我平常干活啥的也特别卖力 就特别相信他 我哥说 就那么 就当欠孩子那么看待 后到第十年的时候 我哥说了 他说 住的前面那摊给你干嘛 你能干吗 我说我能干 我哥就给我了 你想到过吗 有一天 这个老板 这个大哥 他会把这摊给你吗 你想到过吗 我没想到 当时他跟你说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 就像今天这个感觉似的 什么感觉 眼泪打眼圈了 眼泪打眼圈了现在 心里的感觉呢 心里很甜 靠谱实在的人 谁都喜欢 好人一定会有好运 柱子 今天这找对象的舞台 你也会好运 多用心呢 是 对 就是只要用心了 其实大家伙 就都能感觉得到 十两号贝比 现在是全职热恋首届 选美大赛开始了吗 为啥呢 刚才他说 心中选美吗 一二三名吗 心中三名 我特别想知道 小伙的那个三名美女 都是谁呀 你先说说你觉得 你觉得 我觉得呀 十六个姑娘当中 排名前三名的都是谁 那你看我这 大个儿漂亮白 要脸蛋 有脸蛋 要身材有身材 首选肯定是我呀 第一名 第二名 给燕玲吗 第三名 我第二姐 第一名燕玲 第二名 第二名成果 第三名 吕拓 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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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觉双目我没有神美再见 我先出第三名吧 从我看出 行 第三名 这个第三名应该是 谁呢 这第三名应该是我定的 起号是小乖乖 小乖乖 第三名 虽然我不是第一名 但是我觉得前三名 第二名 十六号 十六号 你是因为我们厂商姑娘太美了 有点蒙圈的状态吗 就是十六号吧 不对 十六号 我心目当中 全人练全美的第一名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蒙的状态呢 你要第一名 第一名就是 没谁选就选我吧 我应该是第一名 这不是你了 谁 第一名就是 没谁选就选我吧 就不是你了 谁 我们的九号 雁玲 哎呀 雁玲你可以上中间 走那么一小下 来 哎呀 你看这灯光老师 灯光老师我估计 他也觉得在他野州 雁玲是美的是吧 灯光老师好久没这么兴奋过了 就是就是 哎呀 灯光老师都疯了啊 灯光老师 您也别兴奋太早 回头我就告诉你媳妇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